大家好,我是前方记者胡永斌 现在在你面前的就是OPPO刚刚联合巴赛足球俱乐部联合发布的21定制版手机 这款手机不同于前不久发布的OPPO21 它采用了一个全新的外观 虽然在配置方面并没有和21有什么差距 但是由于这个外观非常非常的不同 而且非常非常的亮眼 所以它现在也被OPPO以独立的一个发布会的形式来进行一个发布 那么这款产品究竟长什么样 里面还会有什么配件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这次产品的开箱来一探究竟吧 那么大家可以看见在你面前的这款包装盒 就是这个21BASA定制版的这个包装 然后包装盒整体色彩是比较低调内敛的 但是金色的字体还是有一点闷骚的这种成分在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机身的背部 则是这个机器的名牌 并没有写太多的配置信息 只写了4GB内存64GB的这个版本 然后呢出厂日期是2017年8月3日 可以看来这还是刚刚出锅的这个感觉 还是很温热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打开包装 来一朵21BASA定制版的这个风散 好包装盒现在正在一点一点的打开 好现在脱开了 好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21BASA已经在这个包装盒的最上面这一层 然后静静的躺着 大家可以发现啊 这块边角其实很明显是有一道蓝色的这个线的 但是其实可以跟大家说 这个蓝色的线其实只能有0.2毫米 只是因为我们这个光线强光射灯的照射下 显得特别的显眼 其实这样的设计也是OPPO为了 让这个机器整体不会有太多的 太大的割裂感而进行的一个设计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首先把这个机器取出来 好现在这款机器已经亮出来了 这个机器的正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纯黑的一个颜色 然后呢边框散发着这个蓝色 但是当我们稍微写过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机身边角的这个倒角 它其实是金色的这个设计 然后这样的设计呢其实还是挺嫩的 但是呢我觉得要说嫩嫩的话 我们还是现在说还是为时尚早 因为我们如果翻过来看的话 可以看到这个机器的背部是采用了一个红色和蓝色以及金色的这么一个三色的搭配 在设设计界它其实是有这种颜色的采用 是有一个称呼的 就叫撞色设计 这个在时尚圈其实是非常一个普遍的称呼 这样的设设计呢其实是能够给人一种非常醒目的感觉 但是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突兀 只是觉得这个设计呢还是有一些恰到好处的 像我们看到中间的这个巴赛罗那的这个logo 它其实是采用了18K镀金的这个材质 然后呢在蓝色与红色的交界部分 为了能够让这个颜色能够衔接的更加默契 或者说是更加的协调 所以说专门也采用了一个金色的只有0.4毫米的一个线条 来进行一个分割 这样的设计可以带来更好的一个协调感 可以看到整个机器的颜色还是非常的夺目的可以说 然后大家可以看出 其实在外形的整体的设计上 它其实是和21没有太大区别的 包括接口 包括它的这个摄像头的这种凸起的设计 但是想跟大家多嘴的一点就是 不要看它只是在颜色上发生了变化 但是想要在一个金属一体成型的一个机身上 实现两种甚至三种颜色的这么一个叠加 这是在当今的设计上 几乎是没有厂商能够像OPPO做的这么完善的 我们知道两个颜色是需要金属 想要着色是需要经过阳激氧化的 那么想要进行两个颜色的着色 那肯定是要经过多部的一个阳激氧化才能实现 但是怎么样才能在第二部的阳激氧化的着色的时候 不影响前一部的这个颜色的着色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学问 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才能实现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现在很多厂商并没有采用类似的这种设计 但是OPPO是最先采用了这样的设计 可以看出来还是非常的这个好看的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天线带也随着颜色一起有了变化 上部的这个天线带的这个颜色变成了深蓝色 而下部份的天线带呢则变成了一种暗红色 但是其实这里面这个天线带的设计 其实也是有学问的 然后根据OPPO官方的资料来说 像我们这个天线带一般都是采用的这种注塑的工艺 而注塑是很难达到这种金属的那种亮度的这种颜色 所以如果只是采用那种注塑的这种天线带的话 那么它会显得非常的突兀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可以看到很多低端的手机 它的天线带就是会显得特别的这个突兀 看着也不太好看 其实iPhone也是采用这种注塑的工艺 所以说也被很多人这个吐槽 它是白带的设计 正是因为它没有没办法达到这种金属这种颜色 但是OPPO为什么可以做到呢 OPPO是因为它这个天线带 其实注塑的时候 它是凹在这个金属贝壳的里面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表面是平的 这是因为OPPO在这个天线带的这个表面 又进行了一个这个涂胶的一个工艺 这个胶呢 它的着色要比天线带这种注塑的这个塑料的这个颜色 会更加的接近于这种机身表壳的这种颜色 所以它这个21的这个巴萨板 在这个天线带的颜色处理上 可以看出是非常的协调的 甚至你从远处 你会看不出来这个天线带的存在的 然后这种设计是目前OPPO独有的 可以看出来也是非常的精益求精 我们刚才可能也有不小心按了这个电源键 统一跟整机的这个设计 好 当我们解锁了以后 我们看到这个主界面的logo 也是采用了这种红蓝的配色 经过了这种 出不在意的 快 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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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